前面我们都过 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是化身 没有太身 太阳暖石都没有化身 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来记忆你 到了极乐世界 时间非常快 刹那之间 你就到极乐世界了 到极乐世界 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世尊 无量寿无量光 你跟受尊相同 世尊相同 你也是无量寿无量光 残身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也得到佛陀的四十八月 微生加持 一身 圆满 正得妙绝位 诸位要认真 好好去想想 这个地方要不要去 很想去 没有一个人不想去 但是怎么缺乏呢 这个世界通通的放下 这个很难了 又不想放下 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带去呢 带不去 连这个身体都带不去 为什么 这个身体跟极乐世界身体不相配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身也是金刚不坏身 也是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大概可以去 跟那边相同 我跟他不能不是不成比例 这身太差了 身不要了 主要知道 身都不要了 何况身外之物 只要真能放得下 没有一个不合身 灵命中是阿弥陀佛不来接引 你可不能怪他 他知道 他知道什么呢 知道你还没有放下 所以他不来接引 你要是完全放下了 他肯定来接引 只要有一丝一毫牵挂 佛就不来了 这是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的 在这个世界上 做再多的好事 吉功雷德 一定要三轮提控 还想着 哎呀 我做了好多功德了 这你去不了 你自己在做障碍 为什么 吉功雷德是你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值得荣耀的 是你的本分事情 所以要把这些杂念 洗刷得干干净净 清净心 与清净土相应 所以 经上常讲 心进则浮屠近 吉落世界是净土啊 好 感谢观看